今天超級尷尬的 因為今天原本出來我們是打算要試Swift Sport 應該是只有我以為啦 整個公司都知道我們其實今天要試Swift 然後我今天車子開出來就 蛤?怎麼會是Swift? 而且是紅色的 今天原本想熱血一下是真的 我想說我今天都已經鞋子穿那種比較平底的 想說可以換手牌跟紙 帶大家一起看這台 2022年的Swift Hybrid 現在Swift也要72萬 但是知道現在Swift其實是同級唯一的Hybrid車型 所以這比較OK 因為畢竟現在通貨膨脹超嚴重 這台車的車色我只能說 唉 一點FU都沒有 Swift Sport的黃嘛 白等等的我都覺得超帥 一般的Swift也有黑跟白對不對 那只是它這個紅色的話真的太眉眉了 太可愛 或是甚至像媽媽會開的 這個凸痛很帥啦 凸痛我OK 然後再來新年式都會有這個 一個雷達 代表它是有ACC 可惜因為它也是一般手煞車 所以我們沒有全數域的版本 再來是它的後門 你看這個後門 跟誰很像 跟那個CHR CHR的後門 它其實有故意做特別長 雖然外觀造型蠻帥的 但是它做進去超級難做 而且頭因為卡到 這個 很OK 這真的很OK 你不會犧牲太多 因為我記得它之前那個 CHR頭要 換那個 非常低才進得來 然後後座空間 也比想像中的大很多 還可以這麼多耶 還可以這麼多風險 然後 車頭 車頭比較少啦 車頭大概這樣而已 只是很可惜後面沒有USB 沒有出風口等等的 這些我們就不強求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動力系統 打開來看一下 沒有油壓頂桿 這次的引擎 它是1.2升然後4缸引擎 相較於之前1.03缸的渦輪 很多人會覺得它動力變小很多 但同時它這次因為換了4缸引擎 它抖動的這個問題會小超多的 因為畢竟我們知道 Focus 1.5升的那個3缸 那時候非常的夯 動力182匹 1.5升的碎金等等的 很多朋友買 最後他們的下場就是 引擎腳都一定要換一下 或是甚至換了之後 引擎抖動問題已經比較大了 這個是3缸的一些小問題 那它這次換成4缸 結構單純 它也不怕超 基本上你犧牲了一些動力 但是換來的是油耗跟耐用度 對於小製作的想法是很好的 我原本要的是這個動力 最後它伴隨了來是永久性的抖動 得不償失 好那再來我們是進來內裝 可以看到我身形是178公分 這個空間不曉得視覺上怎麼樣 但是對我來說很明顯的 比較拘束一點 尤其在我們之前開手排Swift 4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那三個踏板距離比較近 在我腳比較大的這種尺寸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點打架的 再來它椅子的調整 但它可以調高調低 那我在調到最低的狀態其實呢 我的眼睛還是高於靜子的中間上面 統個駕駛學院教育的這個駕駛視線的地方 我們還是盡量以車子的中間為主 因為我們降到最低了 我的頭其實還是高過於一半 這個中控螢幕 其實 我有聽過很多人喜歡外改 甚至我姐的Gymni 它都有自己去外改 但最後它還是換回原廠的 因為其實你的方向盤上面 控制音量等等的東西 還是沒辦法兼容到外改的安卓機 那這個它其實我覺得它雖然畫質不高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要有線 但一切品質穩定 我們知道某些品牌 那個品牌可以講嗎 Keya的Apple CarPlay 超會盪 尤其是它標榜無線 那這個的話強迫你有線 它就給你一個最穩定的設定 我覺得這個是日本人的想法 他們都不會讓太多意外出現 今天全程是用iPhone 14 Pro Max來錄製 超級穩欸 靠北 你看 今天要選擇私家 去山路嗎 可是我都收起我熱血的小靈魂 日系這種小車啊 優勢真的就是市區跟低速 因為它上高速公路的時候一定很吵 風氣很大啊 下雨啊 什麼的就是 你行車品質不好 那像這個車在都市裡面傳說 就很輕盈 小小台的很舒服啊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 它在市區帶來的這種感覺 有點像以前開March的那種Fu 日本他們都很喜歡這樣做對不對 因為 因為 甚至他們有KCar 不過 因為國際 不認可 他們那個安全系數不夠高 但是在日本這種 比較擁擠的環境裡面 好像真的很流行這種 甚至他們有那種摩托車 然後坐 有艙的對不對 這個是日本的玩法 也不見得 大家都想要road trip 或想要跑很遠 像這種 都市裡面使用的小車 真的很受歡迎 OK我們現在把一點點熱血的小靈魂 緊回來 我們到球迷山上面還是要感受一下它的操控 重效馬力 85.5匹 自己都笑出來 扭力 11公斤米 搭配的是CVT的無段變速 不能換行車模式喔 但是有換檔波片 Let's go 該怎麼講 我覺得它在過彎的時候 有這種短巧的靈活感 但是真的不得不講 這個11公斤米的扭力 真的太落賽了 一點都不適合在山上上坡啊 但是有一點蠻意外的是 它煞車其實真的很棒 煞得住 然後很線性重點 只是它補油門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模式可以換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換上我們的換檔波片 Yes man 一檔過彎帥棒 好久沒有一檔過彎了 那這支底盤的感受呢 整體是比較偏舒服 但是又不像那種普通日系車的舒適感 那個氣氛有一點點像福特的 這種美國車的底盤 它是軟 但是它過彎的時候不會軟腳 一頓左右的這個車身重量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 這個避震器非常不吃力 而且它輪胎搭配的也只是一般的胎 寬度又沒有很寬喔 所以就算它避震器支撐到一定的程度呢 你的輪胎早就已經沒有抓地力了 所以它也會開始策劃 對於避震器的要求也不需要很高 整體開起來我覺得算是某方面的協調 但是動力如果可以再大一點是最好 但是有狗狗在路中間 是怎樣 狗狗 如果說我們給這台車一個總結 這台SWIFT的避震器啊 還是蠻Spoly的 整體的感受上也不是純Comfort 我覺得 如果它的動力今天真的可以做得大一點的話 這台車其實在山上我認為是會有樂趣性的 Glow Maze你錢不夠喔 可不夠吧 100多錢 這個要3萬多 3萬8 3萬8 真的3萬8可以喔 1萬8